第35章 网而不害 这一章讲大道的运用和本体 从运用的角度讲 能够按道的法则行事 就会得到天下人的归顺 没有祸害 从本体的角度讲 大道无形无相 说出来也平淡无奇 但是能用之不竭 本章旨在说明 认识大道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键 也是实现人生意义的根本 因此 人们切勿舍本竹墨 被离大道 为一时的名利所诱惑 否则 不但不能实现心灵的自由 也会对人生的鬼宿产生疑惑 指大象 天下王 在本章中 老子提出了大象的概念 这里所说的大象 指的是道的法象 它类似于路险图 在老子看来 如果能够掌握大道的大象 就能得到天下人的归附和顺从 在上一章中 老子谈到得道之人从来不以万物的主宰自居 也不高傲自大 但是能得到万民的尊敬和爱戴 得道之人与大道相似 也一样的奇想宏大 一样的无欲无求 不计较得失 而不以天下的主宰者自居 它从不干涉其他人的自由 使人们感到非常安全可靠 正是这个原因 万民才会投靠它归顺它 从而成全了它的美名 万而不害安平泰 乐于儿 过客指 大道无处不在 但是人们却不能看见他 听到他 大道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他没有华丽的外表 既不会引诱外物 也不会为外物所以有 大道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道可以让人们都投向他而不相侵害 使人们生活安定 关系和睦 得道之人与大道同在 他们具有大道的一切特征 人们都心甘情愿地归顺他 但是 这种归顺与世俗意义上的归顺有极大的不同 世俗所说的归顺是由于名利的趋势 指的是人们为了追名逐利 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及欲望 当欲望有了实现的物质前提时 他们就会趋之若鹜 这时 老子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人们都有享受美食的欲望 当人们看到美味佳肴的时候 谁又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呢 这里的乐园 又可以指流行的人以礼法之志 而过客也可以引身为执政者 老子在本章中告诫那些执政的官员们 不要丹于声色拳马之中 应该归附于自然质朴的大道 只有顺应大道才能实现国家大志和人民安定 道之出口 但护其无畏 视之不足见 听之不足闻 用之不足记 大道是无声无形的 不会对人们构成诱惑 而我们既看不见它 也摸不着它 所以也就很难执着地追求大道了 尽管人们不需要争夺和占有大道 但是大道却能使我们受用不尽 因此 德道之人从不对人们进行声色诱惑 因为他们深知 声色诱惑不能维持太长时间 一旦诱惑终结了 就会引起人心的不安 道是天下大乱就成必然之势了 所以 德道这一大道修身之国 人们自然会受益无穷 追求享乐是人生而具有的本性 在物质丰富的社会中 人们很难克制自己的欲望 必然会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占有欲 如何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大道呢 这就需要人没有清醒的头脑了 人是有思考 选择能力的 一个国家要性望发达 就要让百姓向往它 让百姓愿意在其中居住 孟子梁慧王中 梁慧王就曾问孟子 邻国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 孟子告诉他要实行人证 认为百姓之向人 如水之旧下 没人可以阻止 老子在这里提出 道才是真正能使百姓趋之的东西 统治者只要一道而行 天下的人就会前去依附于他 采取无为而至 对前来归附的百姓不加以防害 这样大家就能够相安平和 百姓才不会被离 乐于而 过客指 而 即一是致用 这是人民生活所必须的东西 但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 乐 即如家所提倡的礼乐 仁义之属 这些也能吸引百姓前来 但乐于而只能使百姓暂时归顺 还不能完全使百姓归心 安定 而且衣食之用是消耗的 以而求民 民欲多 则才欲少 终有穷尽之时 礼乐是繁荣的 以礼乐求民 民欲多 则礼乐欲繁 总有到了极限的时候 持有道的功用是无穷无尽的 他无声息 无形象 虚而不屈 动而欲出 永远不会达到极限 冲秋之时 天下混乱 有的统治者纵静声色 不理政事 沉眠于九时之中 有的统治者则 行兵言无 死处征伐 争亡争霸 老子敢于民生之极苦 于是呼吁统治者 依照自然规则来治理人民 乃是天下百姓安平泰 这是治国 在个人修养上 同样本章也很有启示意义 那就是安于平淡 不沉眠于美食 美乐 不以食听之欲丧失根本 依照自然规律做事 保持心平气和 才能达到功用无限 老子言 直大笑 天下亡 亡而不害 安平泰 就是说 作为统治者 要坚守为君的大道 也就是顺势而为 无为而至 爱民 利民 不残害人民 这样天下人才会归信于他 他的地位才能长保 获得安泰平安 人民追求善政 就像流水乡下一样自然 统治者只要不残害人 人民向往他 追随他 就像百川会于大海一样 他想不成就一番事业 也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人 利申于世 无论处于何等地位 都有他自己的大道 也就是不可放弃的原则 只有坚持这个根本 人生才能实现应有的价值 保持长久平安 如果为了某些私欲 而背弃自己的原则 做了有为道义的事 那就失去了利申之本 他所追求的荣华富贵 名与地位都将变为无根之木 无缘之水 很快枯竭千和 甚至再也不能在世上立足 所以 古人最重视自己的气节 节操 为了维护原则 宁愿冒险 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 春秋时候的齐国贤相 燕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燕子在齐国为大夫 摘庄公生活荒淫 行事无道 甚至和臣子的妻子死通 燕子多次直言劝谏 庄公不听 最终 不堪忍受 夫人和国君死痛的大夫 崔祝是杀了庄公 夺取了朝政 庄公的尸体陈列在崔氏院中 大臣畏惧崔柱的权势 没有人敢去探望 拼掉 燕子听说以后 立刻驾着车来到崔柱家中 跑进门中前去调研 到达崔氏门前时 他的随从都十分恐惧 担心地对他说 您真的要进去调研吗 燕子回答 君主死了 做臣子的难道无动于衷吗 进门前 身边的人又问 您将要为君主陪葬吗 燕子回答 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国君 我要为他而死 随从又问 那我们为什么不逃走呢 燕子回答 国君的死是我的罪过吗 我为什么要逃走 随从建议 既然如此 我们还是回去吧 燕子叹息道 君主都死了 我作为臣子又回到哪里去呢 作为万民之主 难道只是利用他的地位来高垮于百姓之上 应当主持国政 所为臣子 难道只是为了获取俸禄 应该保卫社稷 君主如果为国家而死 臣子就该为他而死 君主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死 为个人私事逃亡 不是他宠爱的行臣 谁敢为他而死 为他而逃亡呢 于是 燕子决定尽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 他一个人闯入催住家中 在院子里脱掉帽子 垂胸顿足 扑到斋庄公尸体之上 大哭一场 转身离开了 崔柱的手下十分恼怒 对崔柱说 应该将燕鹰杀死 崔柱却摆摆手 说道 他坚守为臣的本分 是百姓所敬仰的人 杀了他 反而会失去迷信 于是 看着燕子离开了 崔柱是杀斋庄公以后 立了奇境功 并胁迫大臣们在宗庙里 和他杀血为盟 表示效忠于他的便得到生前 稍有反对的便立刻杀死 这样一连有几个 不怨俄夫崔柱的大夫被杀 于是 没有人再表示反对 纷纷与崔柱结盟 这时轮到了燕子 燕子对崔柱是军乱政十分痛恨 举起杯子 义愤填膺的兑仙王牌为立誓道 我燕英旨忠于国家 君主 凡是为胡作医 助纣为虐的乱臣贼子都不得好死 众人听完打净失色 崔柱更是恼怒成羞 立刻拔出剑指着燕子的胸膛 胁迫他重新发誓 燕子毫不畏惧 礼声指责道 崔柱 你难道没读过诗经吗 诗中说 坚守道德的君子才会永保负责 你今日即便是将我砍头 立剑穿凶 我也绝不违背作为臣子的原则 崔柱怒不可遏 想要下令将燕子立刻处死 身边的人敲声对他说 千万使不得 您杀死了国君 已经违背了为臣之道 但因为他悟到 国人才没有剧烈的反应 而燕英深得迷心 如果您杀死了他 那麻烦可就大了 崔柱虽然愤怒 但觉得这话在理 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燕子拂袖而去 后来 燕子辅佐齐靖公 依然坚守陈道 经常劝见齐靖公改掉错误 爱护百姓 齐靖公实施严刑扩法 燕子便用吉士上甲族畅销来讽见他 齐靖公坐在火炉边说天气不冷 燕子便讽刺他不知民间疾苦 正是因为燕子时刻坚守围臣的大道 将人民 设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所以他得到了国内百姓的敬养 国君信任他 尊敬他 那些乱政的权臣也不敢忤逆民意而惩罚他 反而在风云变幻的齐国政坛之中得到了安太平安 他的子孙后代书是显赫于齐国 为清为乡 反之 违背道义 施杀君主 妄图掌控朝政的崔主等人 没有一个得到善终 或是身死加灭 或是丧失权势 被迫逃出齐国 大道为人生之本 坚守他 人生才有了牢固的基础 才能进而得到工业 财富 幸福等 违背做人的基本原则 而想要平安太平 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上数不清的人 不择手段的追求权利 富贵 到最后落得一场空 深入冥灭 就是因为放弃了大道的缘故 所以说 为人历史 对于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 不可不慎重 不可有丝毫松